五块钱的早餐阿姨热情叫我帅哥 十万块的汽车销售指着鼻子骂我 根据酒派新闻的报道 近日一段丰田4S店员工怒怼客户的视频 引发了广泛热议 在画面中一群店员集体围攻客户 有的店员鄙视的说 哎呀买个十万块的车叫什么叫啊 旁边还有人帮枪不买就滚 甚至有女销售跟同伴阴阳 狗咬你你也咬狗吗 当时人李女士表示 自己是专门从广州赶到南昌这家店来买车的 结果当对方得知他们要全款买车时 就被晾在了一边 自己的爸爸在沟通时嗓门有点大 没想到遭遇此番辱骂 不少人感觉不可思议 卖车的居然会瞧不起买车的 这是想做花锡子第二吗 汽车市场内卷还不够严重吗 10月10号江西南昌横信丰田汽车就怒怼客户道歉 称公司员工语言不当 对客户造成了情感的伤害 公司总经理已当面向客户表达了歉意 并且取得了客户的谅解 并且对涉事员工及管理人员已进行了处理 说到底 做销售的做的就是服务 买卖不成人意在 客户这次不交易不代表以后永远不光顾 说不定还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其他客户 所以看人下菜碟是销售的大忌啊